紫金神兵4 火凤葫芦 基础属性 生命600万 攻击 物防 法防 384000 全属性加成5% 有凤来仪 七星技能 任意攻击时 回复我方全体自身攻击力228%的生命 溢出治疗140%转化为护盾值 同时对我方攻击 最高两个单位附加火焰祝福 持续一回合 火焰祝福 任意攻击时额外附加300%的法术伤害 同时使目标进入灼烧状态 每回合扣除释放者攻击力 200%的生命 持续两回合 火凤归巢 七星技能 开场获得火凤护体效果 提高自身50杀一职 提高自身30%抗暴率和伤害减免 持续至战斗结束 第一次死亡时使自身复活 并满血进入涅槃状态 同时提高我方全体30%攻击力和伤害增加 持续两回合 下一个大回合结束时退出涅槃状态并获得浴火重生效果 火蜂护体 任意攻击时额外附加400%的法术伤害 并且受到攻击时 有70%概率 将自身三个属性类减异效果复制给攻击者 涅槃 提高自身80%伤害减免 同时免疫所有异常状态 死亡时对敌方全体造成700%的法术伤害 浴火重生 额外回复自身80%生命 夺取敌方攻击力最高单位 四个属性类增益效果并延长一回合 任意攻击时额外附加16% 自身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和50%吸血效果持续三回合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